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文当中的日记写的呀是什么内容 好 在学习课文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字部分 哎呀 今天的生字啊比较多 没关系 我们可以借助拼音这一个好朋友来帮助我们学习生字 好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呢 嗯 就是课文出现的标题 泽 好 它是平舌音 所以你的舌头是平平的 我们再来一遍 泽 嗯 一泽故事 好 那我们看看第二个字呢 它是日子旁 证明啊跟日子时间有关系 那它怎么读呢 哦 它读作左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左 嗯 我们说 昨天我们休息 没上课 好 接下来看看第三个字 它是一个角丝旁的 跟丝线有关系 它的右边呢 是一个少字 那么这个形声字 它怎么读啊 哦 它读作杀 好 我们再来一遍 要卷舌 杀 好 我们经常说杀线 或者我们说杀窗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个呢 嗯 它是一个上下结构 它的读音是线 好 再来一遍 线 嗯 那么它呀 通常和后边这个字 组成一个词组 好 我们先来看看后边这个字怎么读 它读作木 嗯 再来一遍 你的双唇是紧闭的 再来一遍 木 好 那么这个词组我们就是说 羡慕 再来一遍 羡慕 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行 第一个字 它是左右的结构 那它的右半部分呢 读作分 它的整个读音呢 读作粉 好 我们再来一遍 粉 嗯 我们说女孩子最喜欢的是粉 很红色 嗯 老师上课在黑笔 老师上课在黑板上用的是粉笔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个字呢 哦 它读作料 好 再来一遍 料 好 再来一遍 料 嗯 上美术课我们要画水彩画的时候呢 要用到五颜六色的颜料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个字呢 嗯 这个字我们以前看到过 它读作它读作套 好 再来一遍 套 嗯 我们说我们要去书店里边买书 书呢 都是成套成套的 有好几本 好 接下来再看看这一个字呢 单人旁右边也是一个分字 那么它的读音啊 读作粪 好 再来一遍 粪 嗯 我们说请你给我一份午餐 好的 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单位数量词 好 接下来再看看这一个字你认识吗 嗯 这是我们很早就学过的 它读作妹 好 再来一遍 妹 嗯 要记住了 右边这个部分它是上边短 下边长 千万不要写反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行 第三行第一个字 以前我们在学地图的那个部分 提过这一个地方 还记得吗 哦 它叫做贵 贵州 好 我们再来一遍 贵 嗯 同时啊 它也表示什么东西的价钱非常高 嗯 我们说有一些好的车 大的房子很贵 好 那它的反义词你还记得吗 对了 就是便宜 好 接下来看看这一个字呢 哦 一个宝盖头 下边一个神奇的旗 哦 它的读音啊 读作记 好 再来一遍 记 嗯 我们说给远方的好朋友写信 要把它给游记出去 我们也可以说记信 好 接下来再看看这一个呢 哦 这个字我们也认识 读作费 好 再来一遍 费 嗯 刚刚我们说记信 那么我们就要出游地费 嗯 表示用于什么什么的钱 好 那么这些生字你都认识了吗 好 那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看此组 好 请你跟着老师一起来读 好 这些词组都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嗯 注意了 第二个字要读轻声 我们再来一遍 妹妹 贵州 游记 好的 再来一组 学费 晴天 姑娘 嗯 通常我们在口语当中呢 第二个字也是读轻声 我们说姑娘 好 接下来再来一组 读书 礼物 留下 好的 那么这几组你都会读了吗 嗯 真不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单独看一些字 同时呢 要教会同学们怎么样组词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 这个字读什么 还记得吗 嗯 读则 那么我们可以说 一则 一则新闻 或者是一则消息 好 它还可以组词 否则 嗯 否则就是口语当中 我们说要不然就会怎么怎么样 好 通常呢 表示是转折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字呢 哦 这个呀 读佐 要注意 他们呢 都是资生母的 但是他们的孕母 不一样 一个是泽 一个是佐 好 那么 佐它一般呢 表示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组词 昨天 昨日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字 这个字读作 对了 读作 沙 我们可以读 沙群 嗯 还可以说 沙布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读 对了 读作 羡 好 我们主词经常说 羡慕 嗯 表示十分喜爱 十分崇敬 什么等 或者什么东西 那么下面一个呢 是一个成语 它怎么读呀 哦 读作 凌冤羡羡 那么 林表示是 靠近 接近 渊呢 我们一般说 水潭 深渊 好 鱼 嗯 就是水里游的鱼 那么 林渊泄鱼 是什么意思呀 哦 就是 站在水潭的边上 羡慕水里游动的鱼 也就是想要 好 那么 后边呢 其实还有一句话 叫做 不如退而 结往 好 那么 至于 这一句俗语 是什么意思呢 以后 我们就会学习到了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一个字 嗯 这是我们 刚刚 学到的 那一个字的 另外一个词组 它读作 木 好 我们可以组词 木名而来 那么 这里的名 不是我们说的姓名的名 或者是 你叫什么名字的名 那这个名呢 表示有名 或者是出名 也就是说 木名而来 表示是 嗯 听闻 久仰 某人的名气 而前来拜访 好 接下来 这一个词组呢 嗯 读作 爱木 嗯 表示喜爱 羡慕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字 这个呢 读作 哦 粉 我们说 面粉 嗯 表示是细小的 颗粒状的 还有词组呢 粉红 嗯 表示某种颜色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哦 这一个读作 料 我们可以说 材料 嗯 同时还可以组词 照料 嗯 照料呢 表示是照顾某人的饮食起居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个 这个字读作 对啦 读作 套 我们可以说 手套 嗯 就是把你的手包裹起来的 手套 还可以说 还可以说 套装 嗯 也就是成双出现的 那么上衣或者是裤子裙子 合起来叫做套装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 这一个字读作 对啦 读作 贵 嗯 表示价钱十分高昂 我们可以说 贵重 也可以说 宝贵 好 接下来 再看一个 嗯 这个字很容易啦 读作 记 刚刚在想生字的时候 老师讲过啦 他可以读 游记 或者呢 记性 好 再看看最后一个呢 嗯 他读作 费 表示 用于什么什么的 钱 我们可以说 费用 很好 好 另外一个意思呢 表示使劲的意思 表示花费了什么什么 我们可以说 费劲 嗯 好 那么这一些 生字组词的部分呢 老师讲的呢 比较详细 关键呢 是希望同学们 在平常的学习当中 能够用上这一些词组 好 接下来 我们啊 就来听一听 这日记两则 讲的是什么内容 好 请你首先 竖起耳朵听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穿上了 摆在商店橱窗里的 那条裙子 那是一条 镶着花边的 白纱裙 我穿着它 走进学校 同学们都投来 羡慕的眼光 今天是我的节日 妈妈一定会给我买 那条裙子 妈妈下班了 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 里边有两条粉红色的布料连衣裙 两个红书包 两套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就是没有我心爱的裙子 妈妈把礼物分成两份 给我一份 留下一份 说那一份是给阿英妹妹的 阿英妹妹是谁 她在哪里 妈妈明明知道 我喜欢那条裙子 却不给我买 妈妈真小气 好 那么日记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呢 老师就先讲到这儿了 课文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听明白了吗 好 那么关于另一则日记呢 我们在下一节课 再一起来学习 那么今天的课 老师就先讲到这儿了 同学们再见 再见